欢迎收听新视角新新闻 我是清宇 中国大陆新一波疫情持续延烧 官方声称深圳的疫情为英国变异毒株 广州的为印度变异毒株 安徽、辽宁尚未明确公布病毒种类 这一轮疫情导致民间恐慌 民众争先恐后去接种疫苗 官方称五天有一亿人接种 官方至今没有告知民众深圳这一波疫情 与接种疫苗无效之间的关系 很多染疫者是打过两针国产疫苗后染疫的 也没有告知民众打疫苗后 各地出现的自死自残病例 广州、深圳都有民众向大纪元记者反映说 他们不会去接种疫苗的 一来觉得国产疫苗抗疫效果不佳 更担心引起严重副作用 5月29日中共喉舌新华社称权威发布疫苗 接种超过6亿剂 但中共官方在此前一天才公布大陆首份疫苗 接种监测不良反应的报告 称截止到4月底接种疫苗2.65亿剂 报告预防接种不良反应31434例 报告发生率为10万剂次之11.86 一般反应26078例 报告发生率为10万剂次之11.86 异常反应5356例 报告发生率为10万剂次之2.02 在异常反应中 严重病例188例 但并未提及严重病例具体指什么 也无提及任何致死致残案例 由于这一波疫情 官方公布印度变异毒株 英国变异毒株 致使大陆民众出现恐慌 强打疫苗 有的凌晨4点就开始排队 按中共官方自己披露 接种从5亿人到6亿人 只花了5天时间 美国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研究员 林小旭博士 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 大陆民众有5点需要关注 第一 疫苗不良反应的监测结果应该透明 及时更新 让大众随时可以了解情况 而不是等待政府统计 第二 中共的这种监测 是依赖自主开发的一个网络系统 收集接种疫苗者 自发登录后所填的信息 完全依赖接种者自发配合 而医院诊所和施打疫苗的医护人员 没有被要求必须监测 和报告不良反应 所以这样的信息收集 必然包含很多漏报和误报的情况 几亿人施打疫苗 只收集到几万人的不良反应报告 这就说明这个机制是非常低效的 这些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这样的统计概况公布 也缺乏很多细节 第三 统计报告很笼统 没有区分哪种国产疫苗 分别带来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让大众无法比较各种国产疫苗的相对安全性 第四 国内几个疫苗公司本身没有正式发表过 经同行鉴定的疫苗三期临床实验的完整报告 这仍然说明这些公司和政府对外还是在隐瞒真相 第五 严重不良反应到底是怎么样的 有哪些具体情况也没有公布 这是不负责任的 严重不良反应不管出现概率多低 医护人员都有必要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和救治手段 不公布这方面的细节就会带来草见人命的情况 就疫苗接种的惊人速度 林小旭直言 中共政府现在是利用民众的恐慌推销疫苗 中国国家应急广播突发事件报道 30日晚8点 深圳疫情防控新闻会公布 本企疫情与辽宁 安徽 广州 其他区域进行的疫情无关 称是港口作业场所暴露感染后引入社区传播的可能性大 官方还称公布的11个案例都是英国变异毒株B117 第一例至第六例都在盐田港西作业区 第七例是家属 第八例至十一例同在海纳展示工厂 第十二 十三例围在盐田港综合保税区工作的夏某及妻子何某 大纪元记者致电在酒店隔离的密接者了解到 港区的工作人员都打过国产疫苗 穆某筛查后 外轮理货公司除两名老种外 其余全部都到酒店隔离 他们公司每周例行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深圳这一波疫情扩散并在港区 海纳展示工厂均出现聚集性传播 染疫者中至少7人在港区工作 都是打疫苗无效染疫 官方没有任何公开场合提及这一点 深圳一名营企业的主管李先生也向大纪元表示 自己所在企业也被要求人人接种 但没有文件明文规定 李先生说 中国的疫苗有效率只有50% 我不想花几个月等来打这样的疫苗 而上海市民陈女士向大纪元披露 他周边的朋友打疫苗后 很多反应犯困 手臂酸痛 视之无力 但官方称这是正常的 没有上报给疾控中心 而上海有的医院开始打第三针 他朋友的丈夫所在的江南造船厂 2000多人打了两针疫苗后查抗体 700人没有什么抗体 继续打第三针 而广州官方30日公布 至5月21日至5月30日14时 广州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 无症状感染者21例 21日以来 感染者已检测的基因测序结果高度同源 均为传播速度极快的印度变异毒株 目前立湾区 月秀区 海珠区全员检测 天河区 白云区 番禹区 重点区域内检测 有视频传出 穿迷彩服的军人已经进入广州当地 30日晚 广州疫情防空指挥部发通告称 通过广州辖区内机场 铁路 公路客运站等站厂离税的旅客 需凭健康码绿码 并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离税出省的小型汽车师承人员需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已被查验 被外界称之软封城 受此影响 5月31日 广州白云机场进出港 航班大面积取消 新浪微博上有网民表示 印度这个疫情真的像炮仗丢入了大粪坑 谁都不能幸免 新浪微博也有很多网民追问 这个疫苗对印度变异毒株是否有效 有网民表示 如果疫苗有效 印度也不会感染死那么多人 另外有视频显示 穿迷彩服的军人在广州街头行走 广州吴先生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这次疫苗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公开 可不可信还是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 打了疫苗不一定有效 有效率是多少 这个数据没有公布 所以 我常联系的人就是我的圈子里的人都没有打 就是不相信中国大陆医疗长期造假太多了 吴先生还表示 病毒变种好几代了 即使不变种也不全都有效 对变种病毒疫苗肯定是无效 吴先生认为 疫苗缺少三期数据 整个社会的渔民教育 渔民统治 造成了民众的科技素养普遍较低 我接触的范围与我的思想比较相同 但是很多民众都不知道这个疫苗会有不良反应的现象 不知道有效率是百分之几 那么多人都去打 我也去打 独立思考能力比较低 重重思想比较强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 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已加入大纪元的Pitch 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优优独播剧 Prayer 2 第2wid红